这个就是我买来的AirPods 整体外观还不错 先开个箱 从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阻尼感也是非常的强 非常的像那个AirPods 苹果的 一张说明书 看一下 印的还不错 还蛮像原装的 先下回去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主体 对一个主体 那个包装也非常像 把这个拿起来 然后现在这里是一个充电线 放旁边 先放旁边 看一下 这个壳子啊 说明书啊 都是印的非常像 跟原装的差不多 对 好 先盖上 先放一边 现在来开盒机的主体 看一下怎么把那个塑料膜拆开 嗯 操一下 找到了 找到了 扣一下 撕开保护膜 开盖 开盖有惊喜 是吧 不好意思 穿台了啊 这个开盖也是有一个阻尼感的 非常像官网将近一千块的AirPods 嗯 我手头没有苹果的手机 只有一个iPad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先打开弯压 OK 试一下 有没有 诶 有了 看到没有 通过 看一下安住 找一下 这个 好 OK 连接成功了 看到没有 OK 现在是连接成功了 看一下 这个 名称 可以改的 我先改一个 有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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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有的 的 用纸子 可以改的 不再 路而检测 请点两下 左耳 就 下一手 用耳就暂停播放 麥克風也要啟動 就這個開蓋的速度 你看 就這個速度 看到沒有 也很快 呃這個 就想著也就聽個響吧 結果沒想到音質還不錯 嗯 AirPods最大的一個 好玩的東西 就是它的錄音也不錯 我覺得呢 AirPods現在滑翔北能做成這樣 已經很好了 因為畢竟是個初中生嘛 那我也沒必要花個1000塊錢 去買一個官網的AirPods 雖然說官網的AirPods是真的強 但是我覺得呢 買一個滑翔北的AirPods 也行 而且我買到這個 我覺得是真香 啊 本期節目就到這裡 記得